我要先跟你们讲一个 就是资料分析的观念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我一定是透过这些栏 来进行资料分析 而你可以看到 透过栏位的属性 你大概知道 像这个前面没有符号的 就是文字栏位 那这个前面有一个Sigma 就代表说 它是数字的栏位 或小数 因为小数整数都是数字 然后还有这个是日期 所以在这个地方 像以分析来说 我是不是就可以分析各年 就是因为有时间单位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各年的叫做交易建树的改变 各年例如说 这个叫做建筑类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建筑类型比较买卖的次数比较多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所以第一个我要的主题一定是时间 第二我们要分析既然它有时间 所以你在准备资料 你一定要思考到这个资料 有没有够长的时间 还有交易的次数有没有够多 所以相对的知道了这个观念之后 你可以做的分析 约多少种 例如说这边有时间 我们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栏位 有文字栏位大概大概20个 数字栏位大概有15个到20个 你知道这个总共排列组合 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挑一个文字 搭配一个数字 你这样可以做多少种组合的分析 是非常非常多的 可以了解 好 那可是我们先锁定几个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像第一个房价 我们就看看就是桃园市这10年来 那个叫做 叫做单位元平方公尺 它到底在成长还是在下降 所以我现在就先做第一个分析 桃园市的这个单价元平方公尺的分析 也就是桃园桃园房价的一个变化情形 首先第一件事 好就是在报表里面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第二最容易来去做那个就是 比较分析就是去看说各年间的房价的一个变化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折线图 因为折线图比较容易比较分析 那既然它是一个折线图 我们的横轴统一没有变化 一定都是放时间 也就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好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交易日期 而交易年月日二 对不对 好勾选它 勾选就代表说 它会自动把它放在 视觉效果的适当的栏或者是列 像例如说 它现在就自动把交易年月日二 这是第三个动作 这边打勾 它就定义了X轴是这个交易年月日二 那我的Y轴就是单位 单价元平方公尺 这是我们现在画的图 三 我要画的是 我的横轴是时间 时间我用的是 我自己规划出来的交易年月日二 这个时间 然后我的Y轴 你看它就自动放到X轴 Y轴是单价元平方公尺 它画出来长这个样子 好勤力本身动手四个动作 对吧 就四个动作就换了图了 我先 Entonces 的一代表 我先把这些动作